醫療方面的消息 中兵手團便醫中時醫療服務 生立方式免疫中心 共町除了看症 還可以做學見 以及生醫中醫全方位的治療 醫療醫中心 打破傳統醫病醫中心的科科醫療方式 我們在觀察 現在也受到變形了 你看 全部翹翹 阿公阿嬤 雙手觀察痠起來 腳無法抖會痛 這都是在對方式觀察痠 經過方式免疫中心醫療團隊的大心調用 現在阿公阿嬤 已經不再發作 發作起來 不怕 買面子也不走下去 要來請人家補我來 給他看 食油了一顆有效 到現在不再發作 方式免疫一邊 是患者的免疫系統 出現疲憶 身體內部細胞 好強攻擊 複雜的病情 讓患者不知道要怎麼 對方式觀察痠的患者來說 要喝酒整身口觀察疼 病情發作的時候 在每天一步都是難過 因此中兵術團病院 是來建立方式科 顧客中醫護健科 營養維教超音波 成立這個方式免疫中心 應該是全國第一個 結合各科 為什麼人體是一個各科結合的 照顧的人的器官 然後不是一個科可以做的 那就是學日本東京 你這個大學免疫中心 人的健康 免疫好的話 沒有病 但是如何讓他免疫能夠好呢 各科要參與 所以免疫專科醫師為中心 然後中醫 另列醫學 還有骨科 固健科 其他科 精神科 參與 讓人類的健康 能夠經由免疫 封治的提升 讓大家不會生病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科 我相信尤其慢性病 老人化的人口 那他不生病 那免疫力要提升 你去做運動 做高癌痒 做什麼有氧運動 你做前之後 你的免疫提升 沒有 你沒有提升 有提升 政績要出來 所以 封治免疫中心 目的在做預防 而勝於治療 我們希望大家來參與這個工作 希望各科整合在一起 讓我們的大家 生病越少是越好 真的要生病 生小病 這個最重要 整合問題概念 透過生醫科學輔助 中醫構本 以北人為中心的醫療 博物 博物 可以在到最好的治療 大中華新聞 林菊英 六甲蔡宏博德